韓國瑜他是想選總統 但是扭扭捏捏的 包括李燕秋 他應該是高雄人 因為我知道他哥哥是住在高雄 然後他就講說 我要六問韓市長 你到底是怎麼樣 高雄會不會無政府狀態 結果呢 孫大謙一言不是東蘇林 他跳出來參一腳 兩邊就是在理書上面有一個護槓 那李燕秋發文質疑之後 孫大謙就回覆說 本是同根深 相奸何代極 但是呢 這李燕秋他反擊說 我不是公平東蘭 誰跟你同根深 我愛奸誰 我就奸誰 一起來看 韓國瑜選不選總統 前立委孫大謙不是當事人 卻跳出來槓上媒體人李燕秋 黃光琴加碼 臉書炮轟 黃光琴發文 要孫大謙別蹭了和奶油 感嘆韓國瑜世人不明 由此假韓粉 還需要朋友嗎 真的把韓國瑜揭了 是那五點聲明 2020年總統大選 此時此刻 我沒有辦法參加 現行制度的主選 奶油小生既然主動承認 是他直筆的 笑聲孫大謙是潘衡旭第二 孫委員前陣子也批評我 他說我一直蹭韓國瑜 我覺得他自己才是在蹭韓國瑜 我覺得他才是假韓粉 孫大謙被歸為挺韓的前立委 面對媒體人李燕秋 臉書針對韓國瑜提六大疑問 當市長四個月 選總統的議題朝了兩個月 前立委孫大謙立刻跳出來回籍 本是同根生向監何太極 其中第五點 還說能贏卻不應戰 和不能贏卻硬要戰 是不是都是歷史罪人 李燕秋也不是省油的燈 解釋自己根本不是國民黨員 聽到同根生這種說法 當下笑了出來 還強調你我不是同根生 愛怎麼監就怎麼監 孫大謙立刻回應是他誤會了 不過既然如此 希望李燕秋用相同標準 去捐其他候選人 以後要請孫大謙幫忙來執筆 那這裡面當然也有我很大的 一部分的意見 至於孫大謙委員的他的解釋 都是我高度尊重 孫大謙曾韓國瑜人氣嗎 韓市長幫忙回應緩加 只是孫大謙一句同根生 相監何太極之說 像回擊李燕秋卻反召名嘴黃光琪 轟擊真正尖掉韓市長的 是孫大謙幫忙執筆的那五點聲明 轟乃有小聲 孫大謙才是韓市長口中的假韓粉 很特別 孫大謙跟這一些名嘴們 大家在站說誰是真的韓粉 誰是假的韓粉 那這個裡面像是有一個人 他也遭受慈余之殃 這席杜紫成 這個學者他就說 你看我前後收到了 至少有50封惡意的詛咒 那其實藍營人士就有人提說 那你是不是要告一下韓粉 那其實他這裡面有特別提到說 我只是一個小咖 我是一個小角色 但是我都收到50幾封惡意的詛咒的訊息 這裡面我們來看 這可能有比較忙碌 但是有人罵他是什麼垃圾桶 是什麼天下之齒 都罵得滿難聽的 但我請教仁俊哥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情形 就是說你看到韓國瑜 他罵這一些韓粉 他什麼肉眼 什麼什麼 罵得非常難聽 所以現在開始做一個切割 我從來沒有看過一個政治人物 會把自己的支持者切割為 是你是真的 然後你是假的 因為你很難去作為切割 有一些這個 我看到很熱情支持韓國瑜的朋友 他確實提出來非韓不投 那我覺得這是他表達一個他的熱情 所以當這個韓市長 非韓不投是正面的 你如果每人噴射湯 就是負面的 但是他覺得他只是表達的方式比較激烈 他就強調就是說 那我覺得只有韓國瑜有資格 其他人沒有資格 那是他表達言論的自由 所以我認為應該比較理性回來看 就是說我相信韓國瑜他所批評的是那一些 可能會去用言辭批評人家的 或是傷害人家的 那這些韓國瑜他是予譴責 那你覺得那一些韓粉他會因為這樣 然後我就比較約束自己嗎 但是我更看的點就是說 那韓市長在說出做出這些呼籲的時候 他的利基是站在什麼地方 我比較看到的是他其實都會 後面都補了一句說 你們這些作為其實是在傷害韓國瑜 這個是比較不太一樣的地方 也就是說他今天之所以會譴責 或者是批評是不是來自於他害怕 跟擔心這些人的作為 到最後是他個人必須要扛 對不起我講的這一段話不是我自己掰的 是他在接受訪問的時候他就講過說 這些東西到最後誰要扛這個責任 最後還是韓國瑜要承受 所以如果他今天針對這些事情 所提出的譴責跟批評 是來自於他擔心這種作為 會讓他產生傷害的話 那我覺得他這個批評跟質疑的效果 會比較少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人所攻擊跟批評的對象 不是韓國瑜 這些人所攻擊跟批評的對象 是你剛剛看到那些媒體人 是那一些不支持韓國瑜的人 甚至是那些國民黨內 國民黨自己的從政統治 只是因為他想要選 然後就一大堆人去罵他 這些人被罵 這些人被批評 他們所受到的傷害 其實比韓國瑜個人所受到的影響 還要大 但是韓國瑜有沒有針對這些事情 去做這麼嚴厲的批評 沒有 韓國瑜他做了一個很好的爸爸 因為他說他得到消息 說接下來有人會對他的女兒不利 所以如果這樣他不能接受 但對不起那一些人所做的事情 對那一些他們攻擊的人 家人來講是不是同樣有這種威脅性 是有的 你看黃光琴你之前也是韓粉說要威脅我的小孩 那現在你終於知道那個感受是什麼了 我覺得我們沒有那麼壞心說 不行 我跟你說你自己去穿看看 你就是這樣 我們不這樣做 我相信大家也不會去這樣做聯想 而是當韓國瑜你今天那麼的護自己家人的時候 你有沒有想過那一些被你傷害的人 不就也是希望你出來說句公道話而已嗎 可是沒有 所以我剛剛講說韓國瑜所有的邏輯 後面都一定會補一句說 你們這樣做是傷害了韓國瑜 這個很可怕 我最可怕的點就是說 OK 如果你認為那一些假韓粉 所謂的假韓粉 我跟你講他為什麼要講假韓粉你知道嗎 因為那些是在網路上面 那如果是這樣你也可以去把這些找出來 因為你覺得這些人對你有傷害嘛 因為到最後害到你啊 你我不相信你沒有資訊說 是哪一些人去做這件事 你也可以檢舉你可以怎樣 可是我剛剛講那個叫做不具名的 因為你不知道他是誰嘛 網路上可能有個頭像 有一隻鳥有隻麻雀 IP也可能是在別的地方嘛 可是他周邊的人有沒有人具名出來 去碰擊別人的 其實也有啊 比如說孫大謙好了 孫大謙到處開槍到處開炮 然後說是這樣 所以算是假韓粉 那些有沒有傷害的韓國瑜呢 你光看這一些被他點名的 什麼江堅和太極 我跟不跟你同根 我要想監誰就監誰 好啊你要監的話 連別人一起監 同樣標準去監 你可以看得到那一些 所謂有愛跟包容的韓粉裡面 你去看他那個後援會一大堆 也都在講啊 說不好意思啊 那些事不需要管一下 那不要再這樣 所以我覺得不要讓人家發認為 或者感受到在整整件事情上面 你的陣營會不會有兩面的手法 也就是說我雖然在這邊 我延遲的抨擊 講說不行不行 可是你對於黨內的開炮跟開槍 你完全不在乎啊 這就是為什麼唐湘龍 他們會在那個文章裡面 他會寫到 過去韓國瑜在競選的時候 愛跟包容 他絕對可以講 為什麼 選舉的時候互相攻擊都有嘛 在選高雄市場的時候 你很少看到韓國瑜 會對什麼東西很延遲的去講 可是當他希望往總統這個位置裡面的時候 他的敵人不是民進黨啊 他的敵人對到黨內的時候 韓國瑜講的話 或他的周邊人所發的那些言論 有比別人更為愛與包容嗎 看起來沒有嘛 權貴密是什麼 就是你到處開槍跟到處開炮 到最後你只怕傷到你自己的時候 你就出來用這麼言辭的 嚴重的話去批評跟抨擊 那很多人就會問啊 現在火到底是誰放了 槍到底是誰開的 好 因為這裡面呢 我看不管是怎麼樣點火啊 開炮啊 開槍 無傷韓國瑜耶 我請教慶豐哥 因為我們看喔 這個是最近有兩份民調出爐嘛 但他其實都是算是比較偏綠的 民調的人說自庫啊 是這樣做出來 但是看起來喔 你看這個韓國瑜對蔡對柯 他三成五也是第一名 那韓國瑜對賴對柯 三成四 但是也是第一名 那如果是郭台銘的話 他輸給蔡英文 郭台銘呢 輸給賴清德 我們要怎麼看這一份民調 目前看起來韓國瑜的這個 民調還是很高 不過有很多份的這個 他是下滑的 對 很多的聲量跟民調在觀察 其實他的那個 趨勢其實是往下 這也可以 可以理解說為什麼他最近有點焦慮 有點焦躁 因為終究 到目前的態勢他就說 我不入局 可是我要選總統 所以他 他這個 在實務操作上 他不可能說真的都那麼不在意 可是我其實 剛剛人家講的很有趣 我看他現在 對自己韓粉的約束 在屬於對別人人身攻擊那個部分 我是同意仁俊的 其實你 韓粉 粉 總是瘋狂的 很多粉 過去第一代網紅的粉 對於不同意見的人的人身攻擊 也是也是非常的無情 對 那現在這個第二代網紅 韓粉 他們當然是一樣 那粉是無情的 是瘋狂的 所以如果可以 我們常常說選舉的人 不要檢討選民 不要約束選民 可是這樣 再一路搞下去 這種網路民粹 其實是 對台灣的民主是沒有幫助的 所以如果 韓國瑜可以稍微節制約束 其實是好的 不過那個要建立在同理心 就是建立在韓粉攻擊別人的時候 你也有同樣的同理心 不過把它拉回選舉來看 我的個人看法是這樣子 其實韓國瑜要想一想 韓的聲勢會下降 是因為韓粉攻擊這些藍軍的名嘴而已嗎 源頭應該不是這樣 只有這樣嗎 其實你要看看現在高雄市議會正在開議 韓的聲勢會下滑 也許有可能是來自於高雄市的市民 根本就不支持你參選總統 但是你卻參與了國民黨這一局 非常玄妙的 非常奇妙的這個權鬥 然後搞出了一個五點聲明四點聲明 我要選總統 但是我不入局 很可能是因為這樣子 也有很可能是因為高雄市議會開議之後 你對於高雄市政 完全沒有可以對高雄市民交代 四個月的時間連小內閣都組不起 還有三個代理的這個局長 甚至還有第四個局長準備去屏東選立委 然後面對議會的這個質詢 全部都搭不上來還只會講發大財 甚至有可能你的民調下滑是因為你的局處首長 潘恆旭啊 所以可能害你的人就是你身邊的團隊 甚至就是你自己的言行 我這麼提的意思是這樣子啦 選民要記得瘋狂的粉絲要記得 你可能你有用處的時候 大家把你當寶 叫你們出征就是寸草不生 不管是殺藍營的殺綠營的 反正哪裡都可以殺 可是嫌你們愛事的時候就把你們踢一邊 檢討真韓粉假韓粉 他罵人坎西耶 是立場串的耶 所以我本來我本來在第一立場我覺得說 他想要去約束瘋狂的韓粉 這點我是肯定的喔 可是如果從這個脈絡來看 第一個你要有同理心 不是只有你家人受到威脅的時候你才做這種 第二個你要知道你自己的民調下滑 或者說會害到你的 可能就是你自己跟你的團隊 跟你在高雄市的執政的心態 那我最後一句話就是說 所以我奉勸支持韓國瑜的這個朋友們 不管你是真韓粉假韓粉 大家想一想情何以堪啦 他既然用到你們的時候就叫你們出征 他今天想要去選總統 即使高雄市民不同意 他也想要去選總統 他今天做內部權鬥也用你們 今天不喜歡你們的時候 就說你們是假韓粉 所以你們可能要想一想 那麼會運用你運用粉絲操弄 你們意向的一個政治人物 是不是值得托付的政治人物 我覺得這個韓粉本要去想一想 其實我想他他應該最近這個 受到挫折應該不少了 因為很多人都開始攻擊他 而且是過去都是支持他的人嘛 那譬如說像這些藍營的名嘴 我想在這個高雄市長的時候 他也不停的在攻擊這個 綠營的候選人嘛 那可是這個到現在為止 直到一個 這個我覺得就是本來這個 韓國瑜是大家來贏捧在手掌心的 那大家就不停的在呵護 然後這些人突然出現一個郭台銘之後 大家都變心嗎 就變心了 所以說我覺得你說 這些人在韓粉攻擊 這些人是不對的 但是其實你可以細舊 其實這些人是不是自己也變了 就是說因為郭台銘的幕僚群 你是說他們是有計畫性的選擇 可以有的選擇之後就變了 因為有一個新寵出來之後 就開始做一個轉向 所以就開始攻擊韓國瑜 但事實上我覺得這個 完全歸咎這樣子 我覺得不排除有這種因素 可是問一次 如果他攻擊是他的人身攻擊 說挾著這個所謂的 蔡振元的餘威 4000萬什麼東西繼續攻擊的話 那就是叫人身攻擊 可是目前現在提出來 都是很合乎正當性 他們都是掩飾了很好的 正當性的詢問 因為你高雄市政 你做得出來做不出來 你看果然被黃捷問 你就問不出來了 所以說我覺得就是說 當然這個韓國瑜 現在面臨非常大的一個考驗 就是說黨內的人 因為有一個比較 他們的 我覺得他們的心態 其實也沒有說 真的很惡毒或怎樣 他們只是覺得說 現在有一個人可以取代你了 那你高雄的部分 你就繼續留守就好了 因為我們剛看那個民調數字 郭台銘的數字 是比較難看的 對 但是他們可以期待 他們覺得說 郭台銘至少還是可以 就是說贏這個 柯文哲或是什麼等等的 那他們覺得郭台銘現在是一個低點 因為這個是 這個是 制限基金會 不是不是直接的 制限基金會 對 還有兩岸政策協會 沒有 制限基金會 他的 他們有時候我們做 綠營的民調那個 藍綠比 這個綠的比會多一點 抽樣數的問題就對了 會多一點 那郭台銘本來在藍營的時候 就不是最集中的 他最集中的都是集中在支持韓國瑜嘛 所以說他們現在的一個想法就是說 我如果韓國瑜不選的時候 我所有國民黨的票 就會灌在郭台銘身上 所以郭台銘還是會贏得藍營 所有國民黨的支持者的票 那所謂的非藍不可 非藍不可的這一群 其實不夠 不夠影響力大的 所以他們現在是轉向了 要全力鞏固所謂的 這個某一個人 然後希望高雄也不要丟 我覺得他們基本的立場是這樣子 但是問題是說 你這樣子 所謂黑自己 這樣黑韓國瑜 萬一這個郭台銘也救不起來 因為郭台銘到目前為止 他的問題是致命的 不是說可以調整 你說檢視韓國瑜的政策 譬如說資金區說不出錢 然後只能講說這個發大財 這沒太害嗎 有太害啊 但是郭台銘可不可以救自己 有啊 他股票兩百多一 對啊 如果郭台銘基本上有像這個 朱立委員或王金平的口才的話 我覺得那是可以 可以救自己 但是郭台銘的口才實在是 我覺得是真的還要再訓練啊 那像 像韓國瑜這麼大的一個失分 郭台銘可以從這個失分裡頭 幫自己加分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不過我覺得 韓國瑜處理韓粉的東西 包括旁邊的幕僚 這種互主心切的確會讓他 宿敵很多 不只孫大謙 他旁邊有一位女性的立委 當時他在選這個 所謂高雄市長 非常非常紅的人 他也教訓過某一個人說 你不要成為歷史的罪人 不要成為國民黨的歷史罪人 所以說今天韓粉跟 坐在韓國瑜的旁邊的人 就覺得說 我韓國瑜全問都不能批評 尤其是黨內人 也不能批評 昨天有一套論述就是說 如果我對你韓國瑜 有一點意見的時候 你可以私下跟我講 就像我對王金平 如果有意見的話 我私下打電話去 給王金平講就好了 不要在公開的這個上面 批評這個韓國瑜 但是事實上 李燕秋 唐湘龍這些人 都是一個 他只是叫做青藍的媒體人 他並不叫做 你實質上的國民黨人 那你這些媒體的批評 能讓你不能夠接受嗎 你就要把他冠上一個罪名 叫做破壞團結 叫做鄉間和太極 同更生 然後叫做歷史的罪人嗎 所以我覺得這也是考驗韓國瑜 除了市政問題之外 最大的問題也是在這一塊 我覺得他的這個所謂嚴張 或是說自以為是 自以為自己真的是一個神的時候的心態 對於他的黨內的團結跟人員 還有對外的表現上面 都會很大的一個扣分 其實剛剛講到說 支持者好像有一點點變心 韓國瑜不再是唯一第一的選擇 但是我們看這一份民調 他還是最強的嘛 但是我請教范老師 最強之外呢 因為他是趨勢是在走下坡 感覺上每過一段時間都有在下滑一點 那是不是說 因為聲勢在下滑 所以高雄市政府就要做出一些作為 指定統一韓市長的LOGO 公務員就 為什麼要這樣 他還特別發了一個公文 就是說我們這個肖像 只是你們如果辦活動 或業務需要 大家要通意要用 那現在有一些公務員是有人質疑說 你是不是在造神 是不是要幫你造事 或者是有人覺得 我如果是公務員 我沒有用的 會不會被人家超好算賬 對 因為韓國瑜是媒體的焦點 大家現在已經不是用放大鏡去看他 是用纖維鏡去看他 所以很多事情呢 其實他做這個LOGO 就會有人認為說 你是不是要替他做韓國瑜做宣傳 其實我是認為韓國瑜 已經不需要再宣傳了 他大概很有名的 因為我想到有點像是 那個花蓮王復古時的狀態 就是人家或是什麼 上面都要對 但是就是說 市政府做這個事情 可能你是說方便大家來使用 或統一一個圖形 那讓可能看起來不要說 那麼各種的造型都有 比較單純一點 但是這也就會被人家認為說 你是不是用政府的 這個所謂的公帑來造神 那他不是也把他的什麼賣菜狼 去那個去註冊登記了嗎 對 然後這些都會引來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我認為我這兩天也特別去看 那個寒天電視台 他們這些政論節目我去看 他們現在就認為說 就國民黨裡面有一群叫做公子哥 或者什麼貴族欄 權貴 這些人就是看不起韓國瑜的出身 看不起韓國瑜的學歷 然後就認為韓國瑜還沒水準 然後這些人就高高在上 就像其實他講的就是馬英九這些人 有博士學位 台大畢業 然後到美國拿到這個 他的評論是分貴族欄格 對 他現在在打一個就是一個 一個階級戰 就是韓國瑜代表的 韓國瑜講話很粗俗 他就是代表我們就是喜歡這種粗俗 他不是說什麼 戀愛的目的就是為了洞房花族夜嗎 戀愛那麼辛苦的目的 就是為了要洞房花族夜 這些事情一講出來 很多女性也不太能接受 我還以為很多人認為愛情戀愛是一個很神聖的事情 你怎麼就等於是洞房花族夜 這樣一講出去之後 其實有時候是兩面認 就像他之前講國防靠美國 其實也是也沒錯 其實台灣是事實上如此 聽起來滿合理的 對 老公那邊就不爽了 就不高興了 對啊 所以甚至很容易說 這個本來他去簽的MOU 老公那邊這個國台辦就很不爽 就是這個MOU可能就不會實現了 他的貨出去人進來就達不到他的目的了 所以我覺得他的口才是很快 但是有的時候快沒有經過盛命的思考之後 就會出現我的理想 他昨天說什麼 我不是用眼睛去看那些韓粉的 他不是用肉眼 不是用肉眼 我是用那個什麼擦眼 對 這個對一個市長來講 你講那個東西 會不會太讓人家覺得太粗俗了 但是我們必須曉得講 有些韓粉就是喜歡吃這種重鹹 感覺過癮 可是你可以看出來 為什麼像 我剛剛講像 像陳長文或者像李彦秋或唐湘龍 他們就會覺得韓國瑜這樣 似乎沒有辦法去做一個總統的格 那個還是有一個格調 他們覺得那個格調不夠 所以他們會說到時候你來選總統 會不會現在看起來行情還不錯 可是剛剛大家都談到 他現在的高峰期已經到了頂了 他現在只會不斷的扣分 因為你的市政做不好 你當初那個蜜月期 你說什麼都對 可是你現在 好 韓國瑜現在是在扣分當中 不過我們來看看綠營這一邊 蔡總統他拼連任 全台走透透 他特別跟小英之友會的支持者 來進行座談 那小英就說 其實因為我是一個比較保守的人 但是他現在也呼籲支持者 是時候可以大聲喊出支持蔡英文 這場子蠻熱的 一起來看 我以前是一個很客氣的 人家人都做了點心的活動 但是我現在告訴你 你要大聲地講 你支持蔡英文 從保守發言搖身一遍 辣台妹總統蔡英文 暢談心境轉折 他為什麼一個人 會這麼大的轉變 因為我就是需要 我能夠這樣放手嗎 我有時候晚上問我自己 午夜問我來說 我一定放手嗎 不能放手 好多人走到這裡 難道的情供進去嗎 讓這個國家往後到天 要維持 我必須完成 小雲展現堅強意志 但面對中共打壓威脅 蔡英文坦言 當總統心臟要很強 最怕半夜接外長電話 總統揭露台灣外交情勢兇險 當前國家面臨的難題 更是內憂外患 團結才能解決問題 在不公開會談中 蔡英文面對支持者講出真心話 面對內外相避 小英向支持者喊話 是時候站出來 一起向前行 就在這個場子裡面 小英總統還有說 他不能放手 不能前功盡器 他說他是很有使命感的 那現在我們看到 也有一連串的政機端出來 像是五月要報稅了 就有減稅 還包括昨天他去雲林 包括肥料也有降價的情況 那有名委員 你自己在走訪基層的時候 有沒有感受到說 最近這個政機牌有沒有發酵 我覺得是有 比如說我們如果看一些民調 不論是 因為當然藍綠有民調 可是你會發現蘇院長的這個滿意度 其實是高於不滿意的 其實這算是幾任 因蘇一起衝 所以其實兩邊都有加分 幾任院長裡面 其實績效比較好 就是感覺會覺得穩定 然後慢慢會推出一些東西來 那我覺得這也是執政黨 其實應該放在心上 就是說作為執政者就是拼政機 比如說立法院 最近就在修這個國家機密保護法 跟這個所謂匪諜罪的問題 這個是立法院多數 民進黨現在是多數 實在立黨也支持 這在立法院絕對就可以去修過了 比如說我們之前在談 所以有沒有媒體 這個最近國安局 不是做一個報告說 還有把社論 還去給對方看一下 然後再回來 對啊 他說要同路人媒體 我們那時候就說那你公佈啊 你如果有資料 有情資 有證據 公佈出來啊 然後之後 這個紅線要劃在哪裡 我覺得在立法院修法 民黨現在在立法院多數 要修什麼都會過 所以我意思說 拼政機是最重要 所以我覺得蔡宏寅 開始談政機是很重要 否則 焦點如果回到民黨內的初選 那開始又跟國民黨的初選 比起來 我覺得這個反而 這個負面形象會比較多 所以拼政機多講 比如說今天去淡水河口 到處去把這個政機呈現出來 其實這個是早應該做 如果一年多以前做 搞不好會更順利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回來繼續討論 我們剛剛談到小英總統 也特別講到說 支持者 希希尊 你可以大聲喊出 你是支持蔡英文的 不要害羞 那這裡面他有特別講到 一些相關的字 他說他也知道啦 去年那個1124的民黨 為什麼會失敗 就是跟年改有關 政治人物要付出一些政治代價 他他舉了一個例子 我請教慶豐哥 他說起初的這個例子 打基礎的時候 難免就會輕輕哭哭 會有聲音會吵鬧 但是現在這個基礎蓋好了 我們開始起大樓 所以台灣經濟成長是越來越好 那我們知道說 像是台商回流等等 相關的這些經濟議題 都是小英總統很好的戰場 執政者 尋求連任是天經地義 除非發生什麼 出什麼大包 然後出了什麼大的差錯 所以其實小英總統在 稍早年初的時候 就宣布要連任 不過因為他身份有兩個 因為他宣布要連任 現在民進黨內 當然就是所謂初選的狀態 那另外他又是總統的身份 所以一方面是 國政的持續的處理 一方面當然就是初選事務 那我認為小英總統是 大部分都在處理 國政事務比較多啦 可是你到了第三 第四年 第四年年初 大概上半年 坦白說要尋求連任跟你整個政績 是不是有成績 其實是有很大的關係的 那麼過去的三年 如果民黨的執政 有一些比較不如人意 如果有民怨 那你一定要趁這個黃金時間 你現在有沒有覺得節奏比較對 當然啦 當然啦 因為我們去年輸得太慘了 坦白講就是一塌塗地吧 那樣的情況之下 你說黨部改組 行政院改組 加上回應的方式也不一樣 小英總統現在話多了一點 活潑了一點 下降頻率多了一點 那麼跟行政院團隊 在於民怨的解除 或者政績的這個 直接向選民去做說明 也快速又直接 這樣五月就要報稅了 那麼過去從林全院長時代 嚴厲了很久 到最後拍板 現在推出來的減稅措施 他還有立法院 立法院相關支持的這些措施 事實上對於接下來的 報稅的這個年輕人 或者是小家庭 其實一定很相當有感 更不要講說大家在意的 招商引致的具體的成績 不過我要說的是說 他可能會在 剛剛大家提到過 就初選事務 以我的角色 我是不能去評論 兩者的民調高低 可是如果說 他在各個機構所做的裡面 有穩定的成長的話 有相當一部分 就是因為 在去年大選 失敗之後所做的調整 然後不管是風格 或者是市政內容上面的一個回應 我覺得是有一定的效果 那其實我要講 其實這本來就是執政者的責任 退一萬步講 我們現在不知道 最後結果是怎麼樣 但是不論是 蔡英文總統 或是賴清德院長 整體而言 都是民進黨執政四年裡面的 總統跟前行政院長 所以如何如何其實 就一般選民 或者說我們這裡有競爭的政黨 國民黨 他是不會放過你的 管理是蔡英文 總統直接負責 或是行政院負責的 是哪一任的院長負責的 全部都摔在你民進黨候選人身上 所以此時此刻 就民進黨的支持者 或是黨部立場來講 對於國家重大施政的 因心因格 民運的解除 我們都是樂觀看待 不管最後誰出現 那對小燕總統來講 不管誰最後誰出現 因為真的很難評估 我請教明豐姐 有兩份民調在昨天 幾乎是同時出爐 但他出爐的這個結果 內容 數字 感覺不太一樣 來 我們先看看 這個是台灣自憲基金會 他的民調做出來 是賴 賴清德比較高一點 他是四乘七 然後贏過蔡英文 白白這個送禮裡面 我們看另外一份是 兩岸政策協會 他的最新民調 這邊差距不大 兩個人差差不多一% 但是我們看 誰比較可能代表民進黨參選2020 結果是蔡英文4成5 贏過賴清德4成1 那泛綠支持者 已經比較聚焦一點 你是偏綠的 你認為誰比較可能出現 蔡總統比較高 破五成喔 只有五成四喔 這個泛綠的部分 其實蔡英文總統 贏過賴清德已經有一陣子了 就是說不只是這個民調 包括一些 比如說這個比較難贏的電視台 做的民調其實也是這樣子啦 那我覺得基本上當然這個看好度是 當然是看好度是蔡英文 大家會覺得說目前的氣氛上面 會覺得蔡英文出現的機率比較大嘛 那不過這兩個民調大家知道 也都知道他們的背景是什麼 一個就是比較挺耐心的 一個就是比較挺蔡英文嘛 所以那個做出來的東西 大家就參考一下就好了啦 那不過我覺得是這樣 就是說今天有一個趨勢是可以確定的 就是說蔡英文的民調是在上升的 那賴清德的這個 剛開始說要登記參選的時候的民調 跟現在是有點落差的 所以雙方是在接近當中 那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也不要說去 當然中間的過程 有一些延期的這個效果等等 那我這個但姑且不談 不過就一場這個初選來講啦 這個就是跟韓國瑜跟郭台銘一樣 你要打一個初選要打贏的話 就是代表你有能力去打贏大選嘛 所以初選絕對是一個很強烈的考驗 那如果說你蔡英文今天用比較自然的方式 你可以看到她現在都不看稿了 不會呆呆的看左邊看右邊的那個螢光幕 然後她鼓勵對不對 對然後她就是開始插腰用茶鼓的方式 跟你講說這怎樣怎樣 那大家又覺得說這個領袖呢 或者說這個領導人呢 她比較跟民眾比較親近了 她會露出她的真本性來 那我們大家看到她是一個怎樣 怎樣一個真實的一個情況的人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她自己提升 在這場初選裡面 初選裡面所得到的一個效果跟收穫嘛 那內心的人也一樣 內心的人就說你從民調高到比較高 就是說現在有一點下跌的情況 當然她互比是還是比蔡英文高很多 沒有錯 可是這個在對比上面 她的優勢就慢慢在消失 那你就要檢討說 你當時在決定打這場初選的時候 你有把整個大選的格局考慮進去 然後你的團隊或是你的戰鬥力 或是你的這個整個一個政策 或是整個一個選戰的節奏等等 你有沒有打對 這個都是對你一個考驗嘛 就是說如果你覺得把這場初選 覺得很輕易就打完的時候 發現你到了大選 有面臨到國民黨 這麼強勢的候選的時候 你沒有能力應對大選 那你贏的初選也沒有用 所以我覺得這場初選呢 其實對我覺得要從正面看 對民黨其實來講 都是雙方的功力要加強的一個考驗 對於不管是賴清德或是蔡英文也好 都是練功的好機會嘛 如果今天這個蔡英文很順的 很順順利利的 這個從這個3月18號開始登記 就成為單一的總統候選人的時候 我想她沒有辦法 她沒有那麼大的動力去促使 她這麼做這麼大的調整 所以我覺得雙方當然競爭 固然要競爭 可是我覺得從正面看 他們要互相感謝對方 給自己一個一個考驗的機會 所以我還是希望 就是說綠營的支持者 希望雙方能夠一個 所謂的公平的競爭 希望雙方能夠團結 然後不要過於惡言相向 然後破壞整個分裂情況這麼嚴重 所以說在這場初選裡面 當然有競爭 可是也要互相可以感謝對方的地方 用自己的功力增強 也沒有什麼不好 所以我覺得總之呢 這場初選對於民進黨 你看在整個政黨形象裡面 跟國民黨 因為國民黨這個亂的太沒有章法了 人家演的是公鬥劇 你怕怎麼拚 對啊 因為他們太多人了 所以大家都會很混亂 那問題是民進黨的在政黨的形象裡面 其實有拉回來一點 所以說我覺得這個 還是用健康的角度去看這場初選最好 那初選的結果呢 我覺得如何維持所謂一個民主的價值 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點 那如果說你初選完了 大家分裂了 可是又沒有一個民主價值存在 沒有一個民主機制的時候 那就是雙輸 但是如果說你互相競爭都有進步了 然後又維持一個民主的價值的時候 我覺得不管誰輸誰贏 誰代表民進黨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開始 因為我們剛剛在談民調的裡面 有一個是做蔡英文比較領先 一個是賴清德比較領先 但是至少小英是第一次贏過賴清德 有這樣的民調趨勢 是表示他是在上場當中 那我請教仁俊哥 我們來看 那賴清德為什麼這個時候 突然他接受廣播專訪的時候 蠻開誠不公 什麼都可以說 怎麼會講到說 蔡在協調的那一次見面的時候 講了什麼 如果蔡英文贏 我當著他的面 我是這樣跟他講的 如果蔡英文你贏了 你就是小英2.0 如果是我贏 我就是一個新氣象 他裡面還有抖出別的事情 但我們想先就這一個部分 聽起來是也是還蠻佛系打法 還蠻君子之爭 但是這是不是話中有話 我覺得賴清德當然他必須要證明就是說 他比蔡英文更適合代表民進黨來出征 所以小英的2.0 我認為如果就我自己來解讀這句話 小英的2.0背後還是小英 那賴清德他講說如果我出現就是完全不一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我覺得當然他必須要去證明講說他提這句話之後 他如何去推動這件事 那當然小英2.0這個也可以理解 就是說小英2.0的背後雖然還是小英 可是因為他是爭取連任 所以他必須要把他當時在第一任裡面沒有做完的事情 或者大家認為沒有做的很好的事情 他必須要有所修正 所以2.0版我們通常稱之為叫升級版 那所謂的新氣象 新氣象是不是代表要全盤全部打破 重新來過 我覺得這可能在賴清德所提出他的這個說法的時候 會讓有一些人有質疑 為什麼 因為你目前的行政團隊跟你的立法團隊 確實都是在民進黨的掌握之下 那你接下來你要提出這樣一個情況的時候 那也要讓大家看的是 民進黨有沒有可能在2020的這一戰 你同樣在行政權拿 如果你拿得到 你的立法權能不能同樣拿到這麼多 我覺得這個是賴清德現在為什麼大家會質疑 會認為說他有點佛系的地方是 我覺得他有點困境 就是說他很清楚的知道 現在民進黨在行政跟立法裡面 兩個都是民進黨的狀況 那我如果大幅度的去批評講說 我現在不好或怎樣 其實會陷入到了那個所謂的英系的 某個人裡面所講的說 不好意思你也當過行政院院長 你這些東西難道你要做切割嗎 你要去怎麼樣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 賴清德在這一段時間 會讓人家覺得佛系是 因為他唯有兩個方法 第一個是他要證明自己比蔡英文強 那你要嘛就走批評 要嘛就怎麼樣 這你一個方式 我們試著來透過他講話這個語氣 來看看說賴清德他到底是怎麼說的 他還原了整個蔡賴慧 一起來聽聽看 經過這套初選完成這些程序 那如果蔡英文總統您贏了 你就是2.0 你當面這樣講 是啊我說你就有可能打贏總統大選 但是如果我贏了 那我就是一個新的氣象 也會有機會在總統大選的時候打贏 其實我是很坦誠的 他怎麼會 他的回答我不方便講 為什麼 這我不方便他講他怎麼回答 這個我必須要保留 他有當面邀請你做他的副手嗎 當天是沒有啦 當天是沒有 他沒有透過管道嗎 這段時間 透過管道 我也跟來詢問過我的人 我也跟他講過 這是1.124你卸任之後 之後 3.18之前 對3.16 對3.18號登記 好你就已經拒絕過 對我有特別提到 就說我也沒有打算當副手 班老師幫我們解讀看看 到底賴清德他想要表達的是什麼 他自己是給社會一個新的希望 新的氣象 還包括他有講到說 其實小英有找他要當副手 是1.24之後 3.18之前 但是他就沒有這個意思 我想他的說法就是說 他為什麼說小英如果贏的是2.0 因為他認為我一開始出來的時候 我的支持度是高於小英很多很多 立格民調都如此 所以對小英來講 賴清德是一個可怕的對手 那如果說我今天 你小英還贏喔 贏過賴清德 你等於經歷了一場艱困的試煉 你就變成是浴火鳳凰了 你就等於是飛龍在天了 因為你經歷過這麼嚴格的打仗 因為我賴清德很強啊 所以他其實要突小 我賴清德很強啊 所以你能夠贏過我 你很了不起 那你等於就是被這個 重新被考驗了一次 也升級了 對升級了 所以你的戰力就不一樣了 你連賴清德都可以打敗 那你要打韓國瑜 要打郭台銘就會比較容易 所以我覺得他是要展現出 這樣的一種想法啦 也就是說我今天 那當然如果到最後 如果現在幾個民調看起來 好像蔡英文真的好像是 已經超越賴清德的 那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那我認為 蔡英文如果這個民調 有可能贏的話 那我覺得對蔡英文兩 是很大的一個利多 但是蔡英文不會這麼想啊 蔡英文說 那如果我輸了怎麼辦呢 那我輸了 我就變成跛腳總統了 我怎麼樣撐到明年一月啊 所以兩個人站的處境是不一樣的 蔡英文當然會覺得說 你這樣講 他在為我好 你在幫助我 可是我輸了怎麼辦呢 我輸了 我變成台灣最尷尬的總統 我怎麼做下去啊 那甚至我的根基都不穩了 可能這個整個社會上 怎麼來看我這個蔡英文 等於我今天我是被 這個我前三年的施政 是被徹底打臉了 也是被黨內打臉了 所以我覺得兩個人站的角度 是完全不一樣啦 那我必須要講就是說 賴清德最近他的這個佛系打法 去簽書啊什麼的 當然就不會像蔡英文 他有執政的優勢 但我必須要講 其實民主真的是個好東西啦 就是說民主政治 他的好處在什麼 就是讓我剛剛也贊成大家所講的 如果沒有賴清德 我認為蔡英文就是黨內初選 不會打得這麼積極 他不會想著要去上一些這個 什麼這些年輕人看 什麼脫口秀啊 他不會到什麼地方都講話 他不會像那個辣台妹拿到槍就打 所以賴清德是輾魚啊 我覺得其實對國民黨也是一樣啊 韓國瑜如果你現在如果不能夠讓人家覺得你是個有料的市長 所以他必須要趕快讓大家覺得他有料 否則你這樣一人再再二三的出包 他就覺得你就是只是耍嘴皮子嘛 那郭台銘你要怎麼樣讓大家很快的了解你的那種講話 怎麼樣接地氣 講話不要講那麼露露等 我每次前陣子他說要出來要參加國民黨的初選 有一個記者一賭麥 哇一講講了好久從盤古開店開始講起 我跟那個記者也受不了到底要不要繼續撥下去 因為時間講得實在扯太遠了 那他這個人就是一個很會教訓人的人 就是他當大老闆慣了嘛 他在紅海王國他在國王 他講什麼別人都不敢說no 那他講話又很喜歡引經據點 又講把這個歷史的過程全部講一遍 那我們如果拉回來講民進黨的部分 這個有名委員 因為籌算裡面你們自己雖然說沒有這個問題 但是說手機民調要不要放進去 你自己看就一個比較符合現實的民調方法 你認為如何 我想直覺上直覺上很多人在討論說 手機民調放進去就是所謂覆蓋率的問題 所謂覆蓋率就是說現在很多人不用試話 不用手機 所以我們如果用這個室內電話的話 是不是就會沒辦法涵蓋到他們 那可是我要提醒一點就是說 其實我們就算是目前不論你手機或試話 你都會有一個聚訪率很高的問題 那聚訪率很高 可是其實你如果從上次選舉來看 其實民調一般而言都還是蠻準的 也就是說你涵蓋率可能不足 你的聚訪率可能很高 那甚至你訪問的時間 比如說晚上六點到十點 那我覺得你是主張試話派的 對為什麼我這樣講 因為這個目前還沒有證明 因為學界也蠻多爭議的 就學界裡面覺得應該把這個 手機民調放進來 主要就是從涵蓋率來講 可是只是說 那撤出來 因為我們主要是要撤這個支持度 支持度有沒有偏調 如果有偏調 那當然要把他試話 如果沒偏調 可是現在你沒辦法去證明他 所以我會覺得說 現在民黨這個 其實這都還是技術層次的問題 就是說主要要看兩黨 就是目前整個初選過程 所謂公正公開的問題 比如說我前面講到 今天朱立倫說要辯論 可是韓國瑜如何不辯論 然後王建民說要有黨員投票 你下次遇到郭台銘 等一下郭台銘說 來搞不好加一個英文辯論 因為我跟川普也講得很好 在這種情況之下 吳敦英怎麼去整流出一個 可是韓國瑜在英文變成國書 他們用英文發表他的這個 舊意思典禮 你對民進黨的加護事比較不講 因為你們比較有趣 就是說你們辯論 因為有一個這三個 有四個是主動說要選的 那另外是被動 然後可是主動被動都要交 交那個什麼 作業費 我被動我怎麼交作業費 對不對 那也是四五百萬 總不能又小的捐款 被動也要繳錢 對啊 已經規定被動繳錢 所以我覺得民進黨 國民黨中央實在是 好像有點怪怪的 這個作業辦法還在擬定 還沒有完全 有明剛說英文辯論 那王金平一定抗議 那王金平說來個台語辯論好了 不是啊 王金平你說打網球 今天昨天不是問他說 跟誰打網球 他說跟費德樂 表示王金平是高手啊 搞不好來運動一下 我的意思是說 不論怎麼弄 怎麼有一個公平制度 可是你現在如果都回到 去問候選人意見 那就沒辦法了 候選人是徵詢 最後決定的是中常會 不過我來分析一下 就剛才那個有講到就是說 這個賴清德講了 就是說 他講了說如果是2.0 那還有什麼 還有什麼新氣象 事實上他講只有一個重點 他說不管是你贏或我贏 會一個變2.0一個新氣象 他就是要告訴你 有比賽有競爭就好 有比賽有競爭 就民進黨就有可能會贏 他現在最怕的是什麼 根本就要這個比賽被沒收嘛 所以之前才有那個傳聞 所以賴清德 我覺得他最近公佈 他的英文名字叫什麼 威廉 我覺得應該改叫可憐 所以賴清德真的 我覺得這很可憐 我現在有點同情他 他只求一戰 他希望直球對決 可是他現在擔心的是怎麼樣 根本那一場戰爭不會發生 之前這個黨中央只要公佈一下 這個什麼 這個競選的這個時程 光時程就被罵 我現在說出去會走到一半 我現在讓子澤講 因為他講老半天 我們是有兩位登記候選人 他們連誰可以登記 誰不應該登記都搞不定 因為我們還沒有開始登記 韓國瑜就不會登記 韓國瑜就是不會登記 韓國瑜就是不會登記 還會被動的被登記 被登記的納入那個書選 我說 我說 你那個創新程度 我講一下好不好 創新程度比較高 這個什麼 我覺得賴清德是這樣子 他最近被政治逼婚 逼得快分掉了 就是說 所以說這個蔡英文看起來 他不管是用延長賽方式 或者說他根本就不想讚 不想要有這個初選 所以不斷在逼婚 釋出所謂的蔡賴沛 那這個什麼 那蔡賴沛問題是什麼 賴清德他不願意 所以為什麼賴清德 昨天在電台專訪的時候 他講到什麼 他說3月18號在登記前 蔡英文就透過什麼 管道找了 不知道找了誰去跟他講說 可不可以擔任他的故事 可是找一個夢幻組合也不為過 是可以 可是重點是 那你要這個逼婚嘛 那你要人家結婚 你要對方同意嘛 所以你看 賴清德他這個是有目的的 坦白講這件事情 他可講可不講 可是他為什麼要在受訪的時候 講這件事 他就是要告訴你 蔡英文說我參選到底 對你不要再來逼婚了 所以賴清德的話真的是很重 之前大家記得嗎 他講說這個什麼 還沒有初選的時候 就已經在講說 誰配誰誰配誰 這個叫什麼 搓原子湯 這是全力分章 搓原子湯 這個還違反選罷法了 那只是賴清德他不會做這種法律動作 可是對外界而言 這牽扯到法律的問題 那我要講的就是說 當然就是說 現在這個賴清德他 只想要跟這個蔡英文 有這麼決賽的一天 可是你看 光5月22號 5月22號還不 不確定有沒有那個初選 是5月22號之後才要討論 那坦白講 當然這個民進黨會覺得說 國民黨這個什麼制度 還是說什麼初選有點混亂 會厭於我們 可是看看民進黨自己的狀況 怎麼會好意思來修理我們呢 所以說我真的我期待 我期待說這個真的有那麼一天 不要讓賴清德失望了 那清風哥 沒有這個 當我們在講民進黨的初選 講國民黨初選的時候 就有一個人在旁邊納糧 就是柯批在旁邊納糧 說你們在亂 我們就事論事比較不會有照這種印象 就是民進黨的情況就是很簡單 登記完協調協調期延長 現在協調當然 協調期的首要的要務最圓滿 就能協調單一人選嘛 那為這沒有辦法 那你就是要進入政見會跟民調 那個那條線現在畫到522 怎麼決定的 不是主席一個人決定的 不是任何一個候選決定的 是中族會來決定的 那我們的那個圖譜 大概是這個樣子 就像有明有緣講的一樣 不太好玩啦 雖然有張力不是好玩 國民黨比較好玩 那我不要言語 我不要言語 就說國民黨現在正在決定辦法 但是目前開來的情況是說 有一個人顯然是不會主動登記啦 那這個就由觀眾去評判 那回到我們自己的情況來看 其實這樣子剛剛在解釋 其實本來主要參選人 透過公開的談話 去表達他的看法 不管是對國政的看法 或者是對於初選遊戲規則的看法 其實就很正常嘛 我們現在看起來 蔡總統她希望 大家都一樣希望勝選 國民黨也是一樣 都是希望勝選 那都會強調什麼 整合跟團結 國民黨一樣 可是就民進黨而言 國民黨是很亂啦 我很難評論 可是就民進黨而言 顯然就是說 總統比較期待就是說 合作團結 可是賴民黨比較期待說 我們把初選走完 有幫助 其實這樣子剛剛在解釋 其實本來主要參選人 透過公開的談話 去表達他的看法 不管是對國政的看法 或者是對於初選遊戲規則的看法 其實就很正常嘛 我們現在看起來 蔡總統她希望 大家都一樣希望勝選 國民黨也是一樣 都是希望勝選 那都會強調什麼 整合跟團結 國民黨一樣 可是就民進黨而言 國民黨是很亂啦 我很難評論 可是就民進黨而言 顯然就是說 總統比較期待就是說 合作團結 可是賴民黨比較期待說 我們把初選走完 有幫助 我這樣講是很客觀的 那當然兩方的想法是不太一樣 可是在協調階段就是盡量能夠以協調 能夠圓滿為原則 可是萬一 我講的是萬一 萬一我真的是沒有辦法 在目前的制度下 他就要五二之後就要決定 你什麼時候要做證監會 什麼時候要做民調 到此時此刻是長這個樣子 但要怎麼放 剛剛聊到說要不要放那個 手機 手機 理論上其實它是一個遊戲規則 那個遊戲規則裡面 在現行沒有改的話 假設沒有改的話 它是就是式化 對 那技術上可不可行 實際上 我記得國民黨的民調也是這個樣子 我們在做社會議題探尋的時候 其實都有納入部分的手機民調 就是做社會議題的探尋 民意的 不是初選 不是初選 就已經做了 所以技術上是沒有太大問題 只是說拿來作為初選人才增補 或候選人產生的遊戲規則 目前是還沒有 可是我們要回憶年輕人的其他 年輕人如果說我用手機 我接不到電話 你用式化民調我接不到 這確實是 現在很多人在反應 打電話到黨中央 可是我要說 因為有名委員 你的是說比方我是式化 我可以年輕人加權 對不 對 加權就好了 現在這一套 雖然涵蓋率是七成 可是它還是reliable的 基本上是比較可靠 可是你要回憶年輕人 他們說我都接不到怎麼樣 那我要強調的是 這個聲音我們會聽到 那候選人也可能會主張 那你就回過台這樣 會做什麼決定 技術上可行 誰做決定 我們黨誰做決定 中職會做決定 那會有什麼後果呢 因為在學理上 雖然大家已經開始有反省 可是 還沒有一個model 是這樣做候選人產生的 手機對誰有利 不是對誰有利 不是啦 這不是這樣看 還有加權 還有要怎麼加權 我講的很白 從這個民調的手法來看 純粹技術性 做這種選舉的地方 納入民調 納入手機 的確有非常多 不確定性 如果你打手機 第一個 你要先確定 他是哪個縣市的 或是年紀什麼 要先詢問一堆背景 那接手機的人的狀況是什麼 他是在開車嗎 還是在我跟女朋友約會 你突然打電話來問我說 我支持哪個候選人 然後會不會隨便可以亂打 所以說 我覺得第一個 他的這個 在回答訊息的人 到底在做什麼 有可能一個人有兩隻手機號碼 他會不會這麼幸運 中了兩個 對 然後就是說 再來就是說 你要怎麼 在合理的情況下 問出比較一個正確的答案 然後這些東西 都是會有一堆整理器 而且如果你要真的 做到讓本數夠的話 你要花很多很多的時間 做到那種正確的樣本 所以說 為什麼現在大家 為什麼要加手機要再回 但是